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開箱速遞就和大家帶來這兩部ERR-Car最新推出的Mercedes-Benz Spinter 下面這輛救護車,其實看到F字就知道了,今次這輛是攀山請救的 這兩輛車其實我是上個星期拿回來的 但因為攀山請救有少許問題,我就決定拆開研究一下 研究完再拍片,我就打算研究了 不過給大家看看救護車,救護車就研究不到,因為我拆了螺絲,我開不到車來看 本身車的盒子開了,因為我先換了一角看,因為我記得換一個提案 他們說,現在ERR-Car,不是應該說,ERR-Car一向都沒有什麼 其實應該每次買都要檢查的,但近來沒有怎樣買,我就沒有怎樣檢查了 心血來潮檢查一次,很檢查不檢查,一看看到攀山請救,馬上不行了 他都說,又未必可以換,尤其是即場,馬上拿了料來拆解它 拆解完後,沒得救的,這個是原廠問題,原廠技術問題 不是說,好像星期一那架,一出廠就開花,不是的,它不是開花 是結構性的問題,ERR-Car經常都犯結構性的問題,其實很嚴重 但是又不是沒得解的,你現在說得像風水節目一樣 不好意思,聲帶有點問題,小問題應該是少少失聲,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叫 我現在就沙嵌了,有一點點痰,應該有過牌應該沒有東西吧 先讓大家看看,救護車其實就算是要交到貨的 但我覺得,拆得最厲害一定是連線先的,好像已經好過星期一已經拍了 我覺得連線真的不行,但你試試不要看頭連線,只是看尾連線,這樣會順眼一點的 我覺得,我又會好奇覺得,雖然我不知道,ERR-Car為了某程度上省成本 它門方面是沒有活動門的,它只有活動頭錦而已 雖然說,其實是比Vito更加適合,Vito也能開到頭尾門,對不對 但這架野拳開到頭錦,我覺得比較適合 但是,如果你要一架救護車,或者一架攀山請救的車,要開,它又要做一個對開門 如果這個模式,它做對開門,它只要對開這裡,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感覺上,我應該會換到後面的車,不算了,都拿了這架出來,就是這架吧 因為1比64的Spinter,我想,他們真的是第一間 ERR-Car真的是第一間,不只是香港第一間,可能是… 我也不敢說世界第一間,但這一代Spinter,我想他們可能是… 這代,至少這代是,我覺得 因為基本上外面的廠商不會理會是否1比64的 你看Tiny就知道了,Tiny的車全部都1比76的,這麼多年來的Spinter 我覺得ERR-Car去開托是對的,只不過出來的效果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但這條Ling我沒有開了,應該都不會短期內,我猜它應該都不會再改的了 那如果頂得順就去晚了,頂不順就先休息一下 即是,我…又是…她說,正式出這些Sample的樣子的時候,我也是… 不得了人看的,1比64刻就發了照片給我看 她說,嘩,這條Ling不行啊,我說,這條Ling真的不行啊 不過1比64,我照忍她吧,那我出來了,真的不行,但我可以忍的 是的,救護車吧至少,因為其實黃色救護車真的挺吸引的 這個樣子,應該這個是Facelift版的Spinter 這一代的Facelift,這一代前期款就應該… 應該都不會有廠再出的,1比64的吧? 不,1比64,哎,大家知不知,完全忘記一堂2的存在 因為一堂2的1比64Spinter,存在感太低了 是的,出完果水之後呢,她又再翻出的 你現在去攤儀都可能買到,但問題是她又出得客的嘛 就是人家我們香港版有一個車頂的那塊東西的嘛 她沒有出到那塊東西 那你說買一架回來,放在這裡,騙鬼吃,騙鬼吃,騙鬼吃豆腐,純粹來 都已經不是說用來,叫做… 啊,等一下吃飯我經常用,我都叫什麼鬼 就是買一架回來叫做開門口 已經不是開門口的吸引,買來放的那些 就是勉強用來開門口,都問水了,她真的… 但那東西其實叫做… 那個帽子都叫OK的,起碼她有開右帶帽先 但是不知道她接下來會不會出多 不過我覺得,老實說,你這間重心完全不同 不太跟香港市的公司,就算她出這些 我想她也不會出,應該… 還是要出其他版本應該都不會 其實只有一個短陣的,普通頂的短陣版 不是,普通頂標準陣,她這個是普通頂標準陣 這架就不知道,因為這架是改裝版 這架應該都是標準陣來的 即是她有一個版本只有頭,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可以讓你自己建屋仔 我們香港救護車就是這架,自己建屋仔 這架應該是標準陣來的 然後就看看高頂長陣,就是香港的… 這架是攀山拯救和消防署工程部那架也是的 這架我已經做了改裝了 我做了改裝才拍片 因為我浪費了很多時間,研究了中間有什麼問題 那我拿車的就是怎樣呢? 這架車這一邊,這裏是整架車崇起了 這裏是…它這裏是… 整架車頭是裝不正的 基本上它螺絲照上到,但這裏是整架東西都凸出來的 基本上它螺絲照上到,但這裏是整架東西都凸出來的 這裏是整架東西都凸出來的 對了,那這些東西你看到鬆了 其實我拔鬆它,因為我不拔鬆它 因為我不拔,我怕拆不到 我開頭以為它這塊東西裝得不好 頂住了,其實不是 那裏面一環扣一環地有些問題 總之你把東西拆下來,水口的位置批好 底盤的水口的位置,我又批好它 然後裡面的箱子,我又批好它 那現在其實我不安裝一些東西都有原因 因為我安裝一些東西,我又拔不到箱子給大家看 因為我拔開,看完箱子就發現,咦?不是 至少我看到,它在這架攀生請求它是有做事的 所以我先拔開給大家看一看 如果大家想拔開,看一看,可能要先脫掉尾腳踏 那我做了什麼呢?其實我剪了一些紙巾 我剪了一些廚房紙,就放在它 我先放在後面,因為這個車子如果沒有了廚房紙 它放在後面,它是掉下來的 大家可以看一些相片的相片 那我當然接受不到,它既然有螺絲底 我沒理由不開它,對不對? 我試試拔開,我怕紙巾飛出來 最便宜的方法,因為我本來想用紙巾的 但不然紙巾的可塑性不算太高 那我決定用一些廚房紙,再拔開 小小小,再拔開它,再塞下去就算了 因為以前也有些紙,放在桌上可以碎碎的用 現在沒有了,拔不回來就有它 用回廚房紙也可以 最重要是有厚度,有夠硬的紙 我先把廚房紙拿出來 到時塞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放的位置也很簡單 如果觀眾,你的格子,我頭沒問題 但尾部真的會掉下去 可以放在這兩個位置 剛剛好看過螺絲在中間,你在旁邊塞一些 你把廚房紙摺幾摺 厚度你大概拿回 按扁,我當然是按扁 按扁大概都要有 3mm以上,3mm左右 按扁,按扁有3mm 這樣就可以了 我讓大家看看有什麼 先讓大家看看,如果沒有了 沒有了什麼是怎樣 這個壓著螺絲,不要動它 差點出事 真的差點出事 讓大家看看沒有了會怎樣 車子就是這樣 明顯地爛掉下去 整個車子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擺位置是極奇怪的 所以,這個車子 原因應該是籠子裝不正 然後它就照上螺絲 但其他一個籠子,其實籠子是有做事的 看到,有椅子 也有後面這個 它有做到一些網 有做到一些網 跟之前一樣 如果它做到開門的話 這個就真的完美 但它沒有做到,可能是為了要做上螺絲的位 但你看到它這些位置 其實那些挑通位置都做得漂亮 這裏其實是一塊玻璃這樣過的 只不過它黏了進去 中間都黏一黏 所以我覺得OK 遲些可以出一個高頂的載客板都可以 這裏全部變成玻璃 它後面再加一些椅子 就是慣常的ERROR卡的做法 全部加椅子就可以了 這樣,全部加上螺絲就可以了 其實它的底盤沒有東西的 底盤只有所有位置在這裏 不是,這邊 總之我批一批所有位置就可以了 其實我還未正式找到原因在哪裏 但如果觀眾那一架真的買回來 就中菜服的話 還是記得大家用我的方法 如果說這個方法 如果說到車的頭也有問題 頭那邊也不行的話 它一是頭這個就會無法放力 螺絲位這裏 你只能在這些位置佔回它 這樣就可以了 但又沒有佔到洞 鞋子是用來塞在底盤,在底盤要對回,總之就放在這個鞋子的側巾兩邊去攝一攝,這樣又好很多了 其實我不知道其他觀眾有什麼,我看到都沒什麼人說這輛車,尤其是隔了星期六日好像沒什麼聲氣這兩輛車 既然沒有,不如留下星期三說一說,因為我覺得這兩輛車要先說,老實說我不斷叫人出一比六十四,真的有廠,覺得有廠真的有廠這樣做,真的肯做老襯,但問題出來又差一點,但我覺得我都應該撐一下牆,除非這輛車真的很差 如果真的差的話,以後都不會買,但如果不是太差,但有改進空間,就照樣說出來 其實ERRAR CAR的車整天都有一個,哎,是頂來的,發現螺絲剛剛卡住了,那些位置經常擺不正 那我又沒有空,拿一架新的來爆底試,那些碎什麼,但至少現在,其實保持有都沒有,那我做Spinter都有這個問題,那其實都是一些內部裝嵌東西,總之水口位批一批就可以了,還有什麼有水口位,其實有些地方是,好像覺得水口位有問題,但我又不肯定是不是的, 那我沒有動,總之如果不行的話,我想只放廁紙都夠做了,我想到 那現在這樣做完了,車是好很多的,這個側,一來你側,這個側就等於,好像之前的Evry,我試過想撿回漂亮的 嘩,這個鏡子,我玩得太多了,其實它本身都是用MINI GT的帳機, 這條天線都是橡膠,所以人家就不需要太擔心,但由於可能剛才用力過,已經撮鬆了它 可能遲些要補一些,用膠水定一定,它會好些,其實它這樣按下去就可以了,這樣按下去就可以了,總之不要掉了,看到現在撿回好了,現在那個高度就正常了,如果沒有的話,它會塌下去, 這個,但到時候要留意,你如果要拆掉這個,你可能要先撿一下它,但最難撿是這一塊,如果你真的跟它有同樣問題,但你可以試試不撿,就這樣鬆開它, 我看見到現在,起碼放了這些東西上去,看到高度是正常的,我想,如果 ERROR卡可以考慮一下的話,你試試找些填充物,攝不攝在車尾這兩個位置,真是真心建議,因為你這輛車這樣倒進去,我好像我這樣,我很渴求一輛1比64 有創出,我就買的了,我不管你托意我又買,你ERROR卡出我又買,有創出可以的,但問題是你這樣,街客看到,就一定耍手另走的,反而就,不如你真的,有些人真的放這些東西,你不是好像tiny那樣, 這個Cramie好像太輕的,加兩塊鐵,加兩塊鐵,加兩塊圓,在車頭上,車頭車尾一塊這樣,它那些Cramie是這樣的,我那時候拍片拆開那一拆, 車頭車尾兩塊圓鈴鐵這樣,幹什麼鬼呀,你現在換車輕,沒有人輕的時候,沒有人會少你的,但你無緣無故加兩塊鐵,我就想少交你,你拿兩塊鐵,還要用熱溶膠貼上去,貼完上去不要緊,你擺平也好,你又不擺平,就這樣就上螺絲,然後車又歪歪歪歪歪歪,那你就不加好過加了,所以如果可以,但好像這輛這樣,不是你車不加的,你整個東西掉下去,我覺得, 這個位置真的,不是說我不肯虧那張廚房紙給你,那張廚房紙我都用過來包其他東西,應該乾淨啦,那我放下去也沒所謂啦,但外面街客未必肯,又要我撬開,撬開尾腳踏,又要我鬆螺絲,鬆完螺絲要裁一些,裁一些紙巾,紙巾裁完又要塞下去, 一會兒,如果有人更笨手笨腳,散到四周圍,又要撿開,那也是麻煩,那你倒不如,你原廠製一些東西,製多一塊東西,膠攝一攝,不用太多,幾mm就夠了, 我講幾mm的意思是,3-4mm的東西,4mm都餘多了,已經,你折一折,你塗一層薄薄的,一層膠水貼一貼上,貼上車的底盤也好,貼上底盤也好,貼上底盤也好,你這樣折上去,其實已經好很多, 你修復正這個東西已經好嗎?我都沒猜到,馬格1-64嚴繩,都弄得要砌模型,其實我都算沒心機,有心機就馬上去開尾,製一塊東西出來,開尾一塊膠,不是隨便在桌面有張廚房紙好像乾淨,剪開來塞下去就算了,如果我有心機就不會這樣做,今天的影片比較長一點,但其實,就這樣我講的帽子,是真的值得的,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喜歡, 很期待已久的,但你這輛車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知道說,還是有少許撿在那邊,剛才我應該要再撿一撿才行,好像塞錯邊了,不要緊,但等一下拆開再撿,應該塞回那邊,這樣就要慢慢撿了,這個就真的要,但至少可以撿一撿,好過Effy,Effy一用拉釘底,我想拆開來撿都沒得撿, 所以又是這樣,今集就先講這兩架,再給網站救護車,救護車其實都可以的,救護車沒有大問題,不會掉下去,反正這個位置看,有少許高一點點,但都可以的,少許高一點點,沒那麼覺醒, 你那些攀山請救這架,他最初整份東西都掉下去,如果我是用不撿的角度去拍,應該是屁股的,但我撿完之後,再加上現在的失聲,我心平氣和一點點就跟他說,撿好它,找些東西攝一攝,其實我不是,如果你是沒心機的話, 其實他救護車的膠殼,我這裏也要講一下,他的膠殼他做的時候,他沒有遇到什麼,他這裏也剪回洞,他都知道會出事,會出事,他都會剪回洞,這個其實看得出來不是求冷期的,因為一定有其他廠,我不說哪間,每間都可能有試過,求冷期就放下去,放下去就算了,但你又不要計算那些細配件,會硬到,結果一拆開,那些細配件就掉出來, 我想不止一間試過這個問題,我想ERR-CAR好像自己也試過,我不要忘記了,所以知道他這樣,開個洞在這裏就好了,我可能只是用辣雞開的東西,我看到有點凍凍的,但OK的,你用辣雞開在膠上,你不是輛車連同舊一起開就可以了,那,今集就先說這樣,那,下集,我已經沒有位置放,這兩輛車太長了,我先調轉一下, 好,那,看著,哎呀,這些東西真是,好,那,這樣就放在這裏,那,今集就先說這樣,下集,再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